记者邱淑玉新北报道,新北市新店区康原公共托老中心今天举办开幕,这也是市内第35家,新北市长朱立伦到场节目并和长辈一起聊天。 一名85岁的奶奶高本荣说,之前本来很没有想来托老中心,没想到第一次来之后就爱上,附近的朋友可以一起活动,志工也相当亲切打理生活起居康原公共托老中心约80平的空间,设置复建区之外,也有桌游、认知、健康操等活动,里面最多能够服务20名长辈,搭配专业的复建师。 你订个别复建课程,担任不老志工的李小姐说,场地相当温馨,能够让长辈有修签的空间,出来走走动动相当不错,朱立伦至此时表示,上周去新加坡参加世界城市高峰会,对于新北市长赵宇欧美,日本等地相比是最好,并在动健康,免费佩戴老花眼镜等政策,让长辈延缓失智,失能。 朱立伦说,新北市在5月底长辈达51万7,299人,占全市人口12.97%,在中央推动长照2.0前,就已经建立多层级的连续照顾体系,像是九成健康及亚健康的长辈,积极推广动健康,老人共餐, 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等,不过发现男性比较不容易外出活动,近几年鼓励下确实有人数成长,希望不管是爷爷或奶奶都能健康再得乐活。